最近有很多解方问我 阿南,为什么今期的水费会这么贵? 阿南现在就用三分钟 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期的水费会这么贵? 阿南今天就和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他今次交的水费 其实是你一整年的水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张图 一张图里会写到 其实这个水费单是有一年的水费 你可以看到水费的日期 现在眼前这张单 你就会看到 它是由2019年的12月21日 收到2020年的12月19日 整件事就是因为 之前水务署因为疫情关系 他就没有去抄标 现在正式抄标的时候 就抄一年的标 所以就交一年的水费 但你可能会问 我明明几个月前 都有交过二三百元水费 为什么今次又交一千多元呢? 其实上一次那张单 它就是一个估计的水费 它就会估回你大概用水量是多少 收回你的价钱 所以在今次那张单上面 它就应该会扣回你上次股标的价钱 这张图你都会看到 上次它估计的时候 它是由2019年的12月21日 去到2020年的4月23日 那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估计的收费 但是你看回今次的水费单 其实它是有credit 就是它有扣回你原先 132.53日 就是对上一张单的水费 所以这一次的水费 其实是收紧你一年的水费 另外你就会问 它今次一年去收 很容易跌到第四级的收费 就会收贵了我 其实就不会的 因为它也是将那个阶梯 每一级每一级的用水量 是成大它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就说它有机会很快 就已经将整年的水费 就跌了去最高级那里 就收了很贵 那就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还是觉得 水务柱有机会收贵了你的水费 那你可以查一查 在水费单上面 会有写到你的每日平均用水量 那其实你只要看回你过去的水费单 看回你以往水务柱 说你每日的平均用水量 有没有一个显著的增幅呢 那你就可以看回 究竟它有没有收多你的水费 那如果这条片是帮到你的 那麻烦你给个like 或者share给不同的家方朋友 最重要就是订阅我这个channel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喜欢这条片 请你给个like 和订阅我的channel 我们下次见 拜拜